特區政府連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合辦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以憲法與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 行政長官李家超支持時說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 要守護好管治權必須堅決落實愛國者治港 要守護好管治權,我們就必須堅決落實愛國者治港 下星期日,即是12月10日,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 這次選舉是特區完善地區治理體系 重塑區議會之後的第一場全港性大型選舉 是將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到特區治理架構的最後一塊拼圖 完成最後的一公里 我再次呼籲各位嘉賓和市民在投票日 為建設美好社區共同努力 基本法第23條 賦予香港特區憲制責任,自行立法 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政府正全力準備,命令完成本地立法 並使有關的法律和香港國安法聯合起來 成為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系統 建立堅強的保護盾 電下香港繁榮穩定最堅實的基石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主任鄭彥雄在致辭時提到 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始終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 最獨特、最亮麗的風景之一 週末,最有的人,最有的選擇 剛才會,適合人物結界